Big Bang来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博 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大家好我是王迅 朋友们朋友们都说极限男人帮走过的地方 段子必定出一框 果不其然既平平无奇古天乐 容颜老去讲琴劲之后 桂圈明星又添心梗啦 这次的主角是小绵羊张一新 接受我们的专访时 面对记者关于年纪的提问 他的回答可以说是相当啦仇恨啦 如果说有人说你年纪大 或者说有人说你胖了 你觉得这两个哪个 最不想听到 这一个是弄死他 一个是 吓死他 是吧 你怎么那么丑 但是一新你自己在线讨片里边 说你的变化 就说你老了 还有余伟文了 对我是确实觉得就是 连演讲 就是 我觉得就是 岁月他还是 对我来说 是把杀猪刀的 是把杀猪刀的 对但是我还是 但是我还是庆幸 就是能够跟 哥哥们聚到一起学到很多 一般 学不到的东西 看看旁边博哥和迅哥 一脸吃惊又怀疑人生的表情 张匹弟你这波操作666啊 如果特勒军没记错的话 这还是头一次看到口才赛高的黄柏 聊不下去的场面 我让过这个话题 你聊吧 这没法聊了 好了 不过话说回来 张一星说岁月对他是把杀猪刀真的太过自谦了 张匹弟6岁的时候出演咱老百姓时灵气乖巧萌萌哒 后来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伙食太好 慢慢的脸开始变得肉嘟嘟 再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胖子 可男神就是男神 人家的胖真的就只是胖着玩玩的 长大后很快就瘦成了棱角分明的大帅哥 在韩国刚出道时的样子 不知道让多少女孩一见物中身 后来把工作重心放到国内 拍电影电视剧参加综艺 依然还是五官立体身材棒的少女杀手 岁月对他来说哪里是把杀猪刀 分明就是指甲刀嘛 但这位同学显然还是没有认清这个事实 因为害怕岁月杀猪 张一星一直不停地努力努力再努力 挑战自己的极限 他的师傅黄磊之前就在拜托了冰箱中 说他工作太拼太玩命 很是心疼了 在我们的专访中呢 张一星首次回应了这件事 云淡风轻地表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哥哥们每一个哥哥们都非常关心我 爱护我 然后对为我想很多 但是就像刚刚我说的 真的有的时候身不由己 不是说你想停下来 这一切都能停下来 可是看到他那么开心地说自己的三胎 头条军就明白了 这哪是身不由己 明明就是因为太热爱了呀 但新歌的名字 你确定不是黄磊帮你取的 我的三胎里面就有一个麻婆豆腐这首歌 是吗 就是马上出的第三张专辑 先恭喜一下一星即将诞生的三胎 但人家轰雷哥可是实打实的有宝宝了 你就一点都不羡慕 听到这个问题张一星一秒变严肃 很坦诚地聊起了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 他没好意思说 他问你有小孩了吗 这个希望也可以有 赶快有 希望也可以肯定会有 对 也是我的一个期待吧 希望以后遇到对的人 对 遇到对的人有一段对的感情经历 跟一段好的婚姻 对 应该也是我的期待 说到这些 图勒君才稍微get到了一点一星说的年龄感 毕竟也快到考虑成家问题的年纪了嘛 但是必须强调 这还远没到岁月杀猪的程度哦 颜值一直在线 事业节节高升 还那么拼命的张一星都在感叹岁月杀猪 而我们的岁月呢 就就是堕不让 啊啊啊啊